你可能经常会对自己的身体感到恐惧 因为你接受的观念是身体会无缘无故地垮掉 认为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不可预测捉摸不定 这些狭隘观念是限制体内生命力能量流动的一些例证 每种疾病对于生病者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 实际上这是一种积极信号 把你对生活的情感诉求从自我的一部分传达给了另一部分 要想领会身体内部传达的信息 你需要对自己身体那与生俱来的智慧表示极度尊重 你的思想和情绪可以让你得到治愈 当这一力量被否定时 疾病的任何体验会丧失其真正的效用和意义 高水平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士 他们会肯定你当下所拥有的活下去的生命活力 并未能帮助你发现你身体想要传达的信息感到荣幸和欣慰 我要过上更好的生活 你必须亲自立下这一承诺 做出一些必要的改变 让自己从表面现实中脱离出来 创造一个理想的健康幸福生活 你来到这里的目的是 对你如何创造你的现实有一个新的领悟 跳出那个让你习以为常 固步自封的思维模式 找出你真正的忧虑 有意识地将它从你的能量场中释放出来 固化的观念和态度会降低你的生活质量 对未知的恐惧感可以用 我永远安全这样的肯定句来代替 就像你自信地写下购物清单一样 把你想创造的东西记录下来 生活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学习过程 你必须有意愿控制自己的意志力 停止那些费神费力 消耗自己经历的事情 摆脱就有习惯和思维模式 当你发现自己在进行自我摧毁时 对自己的这一新发现会心一笑 提醒自己学习如何管理物质世界中的能量 这是你来到这里的主要原因之一 为了达到最佳健康状况 你需要树立坚定的基本信念 这点至关重要 但首先你必须承认 为了达到理想结果 你必须采取措施 创造一些必要的改变 这是你自己的责任 如果你相信官方权威可以用灵丹妙药来找出和治愈你所谓的身体出现的毛病 这只会让你大失所望 超级药丸并不能让你获得长寿和健康的生活 而情商和对营养的重视会让你自我治愈 并保持最佳健康状态 关于身体是如何运作的 你需要提升你的思维 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均以频率形式存在 在你的固有思维之外 如果你真的在寻找治愈身体和生活的灵丹妙药 它就在你的脑海里 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来理解疾病 疾病就是你的思想聚集在受阻情绪能量的身体表现 换句话说 当情绪和感觉得不到表达时 受阻的能量会导致身体功能失常 最终以疾病的方式表现出来 每一种疾病 无论大小都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你的身体是你态度的生物反馈系统 能量管理包括处理你与你的情感自我之间的关系 审查你的情绪 了解特定健康相关状况的目的 这是最基本的 疾病不会无理由地出现 你的选择决定了你身体的内部环境 你要为自己搭建的这个环境负全部责任 如果你轻易地接受传统医学 为你的病情做出的诊断和提供的解决方法 这实际上限制了你身体的自然愈合过程 当你相信这只是一些突如其来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忽略并拒绝承认这是身体对你内心情感和诉求进行的简单回应时 你身体的智慧所蕴含的目的和力量 就这样被你给否定了 你是真正了解自己身体的最终权威 因为你负责管理自己身体的内部环境 你发出的一切命令都会最终得以表现 无论发出的命令是有意而为还是因为信念 你发出的许多命令都是经过故意挑选的 跟这些命令带来的好处无关 其他命令则躲藏起来 储存在大脑的潜意识里 古老家庭相信洋葱地种洋葱 土豆地种土豆 这点没什么争议 并会毫无疑问地尽职尽责地传承下去 持有消极态度 并将家庭的固化观念传递下去 这会导致类似的家庭疾病代代相传 我妈妈患有一种特殊的疾病 所以我可能也会得这种病 把他人所面临的挑战和局限认成自己的 这是典型的例子 你的DNA携带许多可能模式 你必须明智地选择你的精神继承 洞察力来自观察 你必须学会丢弃家庭传承下来的困惑 理解固化信念的目的 让自己拥有更丰富的体验 一旦你能看到问题的核心 你就可以释放痛苦模式 把它从你的能量场中移除 巴巴拉马西尼亚克 代表卯素星人向你传达